來看到保安兵公所 穿到對部份傳統社會噴射車勞骨 鄉長康文兵主任之後 是這個向寬寶室來創出補助 現在說這兩台 上次新型的集團電動 插鎖社會噴射車 經過中法官寬寶球的研修完成之後 現在鄉長康文兵是 親自替新車來進行到啟動儀式 然後請到對手用 加你噴射成員的行列 兩台上次新型的 北里奉美雅團電動插鎖社本射車 就停在裏保安兵公所的頭前講到 未來清潤本射時 本射車不會因為流過過路 也來提款本射清潤和主管回收的效率 提醒為民服務的品質 相公所清潔隊目前因為使用年限已經過久 造成本鄉清潤效率降低 及維修的成本提高 文憑上任之後 今年爭取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新型八立方 低碳電動壓縮式 垃圾車兩輛 今天終於收到了 因為今天我們在參加我們的環保教育訓練 然後正式垃圾車加入我們的清潤行列這樣子 也很開心也很高興 因為我們的垃圾車不用再過路 因為這個維修真的是 這個費用很大 還有這個新的垃圾車讓我們很開心 感謝我們代表會的支持這樣子 現在全鄉有四條本色清潤漏山 沒有正有八台的清潔車 其中有四台是現在最新型的電動壓縮式的本色車 平常是會清潤工作 只要一段在當應付這點漏山的價格給本色量 不用再另外調度其他車量之外 也要再繼續一段 對於全鄉的環境維吾 請給台灣的感受安全 以及為民何部品質大大提升 未來鄉長康文兵也會繼續專民 均心、勞固、清潔車量 讓保安鄉更加寬佈、更加美麗 道中華新聞林貴英 保安蔡宏報道